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投資理財天地 Jonathan在COVID-19的疫情下 很多人失業 老闆也會炒很多人 要保存本生意 總形形式式的 在就業方面有很大的負面影響 在同一時間 政府也引進了在裁員方面的新法例 我想和大家開始做一個簡單的例子 或者講一個很簡單的故事 譬如你現在剛到65歲 你覺得我終於可以退休了 而我知道如果我退休了 我就可以申請政府所派出來的老人金 或者是年齡年齡 不過你退休了之後 你剛剛想著辭職那一刻 你就發覺到不是 政府好像提高了合格的年齡去收年齡年齡 因為我的年齡或出生年齡是比較遲的 不僅如此 你發覺到你是不夠錢去退休 那你就考慮不如我繼續做工 因為譬如我現在的合格年齡去收Page Pension 去到67歲 那我要再做兩年工 同一時間你又再發現到一件事 因為你現在是超了65歲 而繼續做工 如果老闆炒你 而是沒有再找一個其他人去代替你的職位 因為你的位置是沒有的話 或者叫做redundancy 你是沒有任何稅務優惠可以享受 這個現在就是最大的問題 上一年聯邦政府在2019年 就過了一個新的法例 基本上是改回舊時的 基本上可以令到任何人時超過65歲 而是未到達合格年齡去收Page Pension 可以繼續做工 而如果他中途是收到肥雞餐的話 他可以得到稅務優惠 那為什麼這件事是非常之重要呢 是因為很多人如果這個法律是改了之後 是2019年年底改了的 會令到很多人超過65歲 他會考慮他肯不肯繼續做 因為如果有稅務優惠 比起沒有稅務優惠的肥雞餐 那個稅後的分別是非常之大 如果你是65歲的朋友 你現在就會想 我不是65歲可以開始收到政府的老人金 或者是H Pension 沒錯 就要看回你的出生年齡和出生日期 是遲了或者是早了的 簡單來說 如果你是1952年7月1日之前出生的話 基本上你現在就可以申請H Pension 如果你是過到政府的收入和資產的策異 不過如果你在這個日期之後出生的話 大家可以看看這個表 這個表現在解釋到為什麼合格年齡 是慢慢有提高的 是提高到67歲 大家要預先一件事 在這幾年政府提高了這個合格年齡到67歲 大家現在在想 我現在是1957年1月2日之後出生 我現在會考慮到 我是去到67歲可以得到的H Pension 實質上大家不要覺得是這麼簡單 因為人越來越長命 同一時間很多人拖遲了退休的年齡 再加上H Pension在政府的成本是非常之高的 如果你任何人有自己報稅 你每一年報稅完之後 政府給一封信說你欠政府多少錢 或者政府欠你多少錢 他後面就會告訴你 你那些稅的錢是分配到哪裏 而最大的部分就是H Pension 你會預算到特別是我們做理財師 如果你是三十幾四十歲的話 你可能預算到 你要等到大概七十歲才收到H Pension 不是一個很出奇的事實 你真的去到六十幾歲的時候 大家就要留意一下這件事 Jonathan 什麼是真實的永遠財減補償金 這句話很長 沒錯 英文呢 這種付款 就是genuine redundancy的付款 簡單來說 如果你是選擇退休 或者老闆是解僱你 因為你的表現不好 如果老闆解僱你 而你本身的工作是沒有了 因為他不會代替別人 那些付款的分別 那一部分就是genuine redundancy 因為老闆解僱你 因為老闆解僱你 不是為了表現的問題 不是你的問題 而是老闆的問題 那一部分就當成genuine redundancy 那哪一部分的錢 基本上是99%的人會收 而當成genuine redundancy 包括如果你沒有用病假 或者你有替代通知金 如果你是完成你的工作 你可能再做多 或者你選擇辭職 你再要繼續做多四個星期 如果老闆不想你做四個星期 他就給你這四個星期 這個就是體代通知金 離職金 或者員工相殘補償金 和非法解僱賠償 這些全部都當成genuine redundancy 當然有其他種類 不過99%的人就會收到這一種類 相反來看 有哪種類的genuine的payment 由你老闆 是不當成genuine redundancy payment 這個就包括 任何沒有用到的年價 或者長期服務金 長期服務價 或者有一部分的genuine redundancy payment 是免稅 免稅那部分都不當成 任何退休金 或者養老金的戶口 和任何海外解約金都不算是 最重要大家要記得 如果你是收到通知老闆是炒你 而這個是genuine redundancy 你是要在12月內收到這筆錢 才可以考慮得到稅務優惠 如果這筆錢是12月後才收的話 你是不可以享受稅務優惠 其實都不太容易理解的 可否給一些例子 令人更容易了解 好 沒問題 我們用黃先生 黃先生這個例子 黃先生是59歲 他被老闆解僱了 而他這份工作是沒有需要 所以是一個genuine redundancy 因為老闆決定了全家公司 會受到一個加購重組 黃先生跟這間公司打工多久呢 有二十年零三個月 這個零三個月是非常重要的一點 遲點我會再解釋 黃先生收到這個購入 大家可以看這個表 這個包括沒有用到的年價 他有一個genuine redundancy 這個總數是142,000 而在裡面有117,000是免稅 我們遲些就會考慮為何這是免稅 他有的替代通知金是28,000 以及沒有用到的病價 就有4,800 第一件事 我們要考慮 每一部分在稅務的角度看 是會如何處理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這個表 沒有用到的年價 總數19,000左右 就要加回你本身的財政年度的收入 就用你邊際稅率去計 你要交多少稅 第二就是genuine redundancy amount 你看到那個分別 142,000和117,000的分別 就是25,000 而那25,000就是不部分 genuine redundancy 或者ETP Eligible Termination Payment 這個部分就不當是ETP 通知代替金的28,000 就是part of ETP 因為如果你辭職 你不會收到 最後沒有用到的病價 就是4,800 就一樣 如果你辭職 你不會收到這一筆錢 因為ETP 你就收得到 這個一樣都需要打稅 不過當成是ETP 稅務的情況 就是政府為何給到一部分是免稅呢 它就是一個計算方法 叫做Tax Free 或者免稅的那個額 那個額 雖然你是那天財政年度 你報稅的時候 是要報上去給稅局 不過是不需要打稅 這個計算方法是怎樣的呢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 那個免稅的額 就是等於基本金額 而這基本金額 就是10,638元 再加上缺住 你的服務金額 成為完整服務連鎖 那麼服務連鎖 最重要就是 我們要考慮這個問題 一會兒說回王先生的情況 不過每一年 你和這間公司有打工 基本上你可以再加5,320元 下免稅的總數 那麼如果考慮王先生的情況 他做了20年零三個月 不過在免稅總數的計算方法 你只是計算20年 那麼大家可以留意到 這個計算方法就是 就是用回王先生的情況 就是10,638元 就是那個基本金額 乘回20年乘的5,320元 所以等於 就是那11,07,000元 就是免稅的 所以在王先生這個情況 如果他沒有那個11,7萬的免稅額的話 可能會令到他交到至少三成稅 就是無端端沒有了幾萬元 所以這些肥雞餐 從稅務角度來看 是非常之重要 你要找回你的專業理財師 評估你會不會得到這些稅務優惠 大家發現到現在COVID-19 很多限制現在減輕了 考慮現在可以吃飯、買東西 不過你一樣也要評估你長期的財務健康 如果你本身疫情之前 有工錢進入一個投資組合 現在就給你一個機會 評估你會不會維持這個計劃 而同一時間千萬千萬不要加重自己的債務 如果你正在工作的話 你現在就應該問你老闆 未來幾個月會不會維持你的工作 或者如果你減輕了每個星期的做工時間 你問老闆會不會維持再減輕 或者是加上去的 如果你過去幾個月是失業的話 當然你可以上Open College 有很多免費的課程 你一樣都可以上課 最後大家應該評估個人的現金樓 如果比較緊的話 立刻通知你的燈油科納公司 譬如電訊公司 因為他們都需要時間評估自己的財務情況 時間差不多 下星期同一時間再見 拜拜